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边画了一幅写生 那那幅写生其实我不是很满意 因为我画得很急 但是我把那一张小的写生 跟我在那边的经历 还有我的记忆 一起带回到我家里的画室 我就在家里重新画一张 比较大的 比较细腻一点的作品 那虽然是两年前的画 那我也有自信 我现在可以画得比较好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把 这个影片录下来了 所以我就想说利用一下 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分享 那现在在画的这个是 那里很有名的一个 hotel 就是叫Fairmount Vancouver Hotel 那那个基本上是 文革化的一个地标了 这个旅馆 那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旅馆的建筑 所以就希望可以画下来 那你会看到这一张的人和车子 其实都不大 因为我想要表现出 旅馆这些建筑 很大 所以如果比较起来 人跟车子比较小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样子大小的一个对比 呈现出来 在温哥华市中心里面 这么宽的路其实不是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那边画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看过去 真的是非常的宽广 然后这些建筑又非常的大 车子看起来反而变得很小 人看起来也非常的小 所以一个话里面 当你有人物还有汽车这种 我们很常见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在这当中 抓住大小的对比 那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就是 这个路其实不是完全平坦的 它是有一点上坡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车子 它们后面的车子 比较远处的车子 它们是比较上面的 那这是这里 在这个透视里面 我们需要去思考到 需要去注意的 所以虽然我没有测量 每一个车子的透视是怎么样 但是我有去思考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画的时候 要稍微思考一下 你的景 它的透视是怎么样 那你就算不每一个都 很精准的测量画出来 如果你有去思考 相信你的话就会比较逼真一点 这一张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花了比较久一点的时间 那当然这个视频 我是把它整个全部快转 比较加速来看 这样子我可以比较快的 让你们看完 然后我也可以 稍微重点的去解释一下 那现在开始第一层的渲染 第一层的渲染 我基本上就是开始 画蓝天 那我想画一些的云 所以我就先打湿 然后我加上一些 Cobo Blue在上面 留一点白 那因为全部都是打湿的状态 所以那些白就是会比较柔和一点 那接近地平线的地方 我开始让它比较暖一点 然后趁这一层渲染还没有干 我赶快把建筑也画进去 那趁整层渲染没有干的时候 我开始画一些 比较暖比较亮的绿色 这些是树 所产生的光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光哦 所以第一层的渲染 我常常讲就是光 还有空气 光还有气氛 所以没有画什么季节 有留一些白 但是要把第一层的光 还有空气的感觉所画出来 如果第一层就急着 想要把很多的细节画进去 那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你会手忙脚乱 所以第一层的渲染干了之后 就开始画旅馆的屋顶 那虽然这个建筑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我也非常的喜欢 但是要记得它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还是背景 所以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个建筑画得太深 细节画得太多 那整张画的深度就会被破坏 所以再怎么喜欢这个建筑 重点还是放在它的轮廓 不要把细节还太多的东西画出来 因为它毕竟是个背景 那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我把旅馆的建筑和旁边的高楼 融合在一起 画水彩的时候把不同的形连接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样子方便让看的人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出你大的形状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把很多的形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整张画的气氛会感觉更融合 感觉更协和在一起 那高楼底下的部分就会开始比较暗一点 所以上面通常比较浅 到下面比较暗 然后我趁这层渲染还没有干的时候 我也把树的阴影也画进去 所以这些都是石中石的一些处理 所以在作为这种大的渲染的时候 动作要稍微快一点 那你如果太慢慢慢去磨 用一个小笔慢慢去磨它的话 很多的时候你的渲染就会开始干掉 那开始干掉的水彩 你再用小笔慢慢去磨 水彩就会变得很脏 所以时间 抓紧时间 把握时间 是水彩一个很重要的要领 因为你不是要完全的去控制它 你是要依照水彩的状况 来跟它一起合作 画出这个画 那现在这一层渲染干了之后 我发现建筑还是有点太浅了 所以我开始加深一点 但是其实我习惯第一层 画建筑的 画背景的渲染 我会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你如果一开始就画得太深 其实没有办法把它变回来 所以我一开始宁愿要稍微画淡一点 那如果发现深度不够深的话 我可以再画一层上去 只要我等它完全的干 我就可以画得很干净的一层渲染在上面 那趁我画这层渲染的时候 我就再增加一些的细节 那这些细节都是在渲染还没有干的时候 所点进去的一些比较柔和的细节 所以你大概看下去的时候 它还是一个形状 但是你仔细看进去的时候 里面就有一些不同的 很若隐若现的细节 那我觉得这就是水彩有意思的地方 现在左边的高楼加深下去 因为其实我画树了以后 我就发现 其实大概可以这么的深 所以左边的高楼可以再深一点 因为这些高楼其实是比数 还要在前面一点的位置 所以要增加它的层次感 它可以再深一点 那小心的话 不要把人物都画进去 不要盖到人物的地方 但是在这里你也会发现 我开始把这个星 给带到车子的车窗里面 那这个部分我需要直接跳过去 因为我忘了路 不过我还是有画这个 黄色的车子 所以基本上画车子 我可以的话 我基本上就是一起合成 我尽量不想要画 两三层来画车子 干了之后如果再加一些 比较暗的细节是没有关系 可是大部分的渲染 我希望一次把它做好 我其实很喜欢时钟式的处理 但是也不是全部都是时钟式的 有时候你需要一些 比较干脆 比较明显的一些细节 这样才会有对比的感觉 整张画都是时钟式的话 那可能整个画就会变得很虚很弱 所以还是要一些对比 那我现在开始画右边的高楼 那右边的高楼就不用客气 直接就把它画深了 因为右边的高楼其实离我最近 右边是我站在那里画的地方 所以右边的人行道 其实是我所在的位置 那这一张的阳光是从左边到右边 所以你会看到 右边的建筑 它左边 它面向左边的地方 其实是亮的 所以我有留一些高光 那那些黑的比较暗的地方 看起来就是有透视的样子 那些是窗户 所以在这样子提示性的形 下面你就会感觉得到 它的整个形体是怎么样 它的结构是怎么样 好 现在开始画这边的车子 那你这里会发现 我这些车子的阴影 靠近人行道的地方 因为它靠近人行道 所以它的阴影 其实是有一个阶层的 它从地面上 一直走到人行道上面 那现在画远处的车子 就会画得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它们毕竟不是在这么前面 那画了这些车子之后 我趁它们还没有干 就直接画后面 有一道很长的阴影 那这个阴影 其实是左边的高楼 所打下来的 那这个阴影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 除了它本来就是在那里之外 它可以把左边的建筑 和右边建筑的形 连结在一起 所以这个阴影画下去 整体就更有一连串 联合在一起的感觉 开始增加一些背景的车子 其实这一张 我现在回头看 我有点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把树画得太复杂 其实树可以很干净的几个大的形块画出来就好了 那我看到照片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叶子 很多的细节 所以我就有点不由自主 没有多思考了 有点点得太多 有点画得太多皮 现在把人物画进去 那通常我在画这些小人的时候 我是习惯把他们脸的皮肤的颜色先画进去 就一些比较暖的颜色 就是比较橘红的颜色 然后再开始画他们的身体和脚 现在再画一些细节进去 一些路号灯 一些路灯 一些鸟 那这些细节是最后画龙点进的作用 你如果一开始就画一大堆细节 其实不会帮助你的画变得更好 画过多的细节也只会又让这个画变得更复杂 那因为我的画风本来就不是充满细节的画 所以这些东西到最后是要增加画的 一些细腻的感觉 重要的是一开始 你所设计 你所画的这些形块 你所设置的背景 如果整张画的形块和构图没有画好的话 你画再多的细节其实也没有意义 你看到我在前面画了一道阴影 那是希望大家前景有一些东西 那这个阴影其实也可以把这个画本身 可以包袱的更好一些 现在用一些白色的不透明水彩 把一些高光给画回来 人的头跟肩膀 然后现在我发现 路其实有点太亮了 所以我开始再做一层照射上去 那其实照片里面本身路就非常的亮 因为其实那天是大晴天 但是我想要把天空和地面稍微有一些区分 所以就加一层淡淡的照射 让路可以稍微暗一点点 好 现在我们就画完了 非常高兴你可以看这一次的视频 那我的免费电子书已经出了 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到我的网站去下载 那请你多关注 也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你